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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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里最好的算法就是算了 罗兰祥不计就听进去了 2014年10月 登报道信号的罗兰祥 向济南法院起诉孔与一位并申请财产保全 等于这场道具终于结束 没想到好戏还在后期 天龙花园是后来这场好戏的核心战场 2014年6月 罗兰祥曾写过一份证明 把天龙花园的房产赠予六个子女 要知道天龙花园是南下房产 卡卡外型公司的主要项目成果 所以天龙花园的房产并不是一套 而是351套 这身停车场和商务总价值1.8亿元 孔苏英觉得以前分的妙性 与其在他封房子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天龙小区无政不全 无法办理房产证 因此价格也被同期同断的市场价格很低 但孔苏英也没嫌弃她连父亲妹妹 一收六子女委托的名义 对外出售145套房产 每一收价3300元 业主能缴办房产后 与他们签了房屋转让合同 孔苏英当然不能答应 老板当久了能够有一个思维 我给你的才是你的 我不给你的 你不能抢 2017年1月 山东兰祥房产公司 山东兰祥高级机构学校 以涉嫌构成非法处置财产罪 申请对孔苏英的犯贤 以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他们坚持认为天龙花园 属于学校财产 不能任意变卖 最终孔苏英非法处置查误财产罪 被派有期处境两年三个月 同时被刑居的 还有他们的三个女儿 孔苏英称 他曾向朋友向孔苏英传话 表示只要孩子能出来 自己愿意放弃所有财产诉求 但被孔苏英拒绝 同样遭殃的 还有那些买了天龙花园房产的不知情者 被法院要求限期搬离 房财两空 而另一头 孔苏英的夫妻大战还在继续 2020年 刚走出间监大名的孔苏英 就又以同一罪名被警方带走 他说自己当时很确定 这一定是前夫若兰祥在搞事情 再不成为犯罪嫌疑的口罪 是绝对反击 他耗费大量时间提供了举报材料 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月13日 兰祥机校校长若兰祥 被前期举报 其实公公司涉嫌偷税的新闻曝光 让若兰祥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警察证 在2014年至2019年间 若兰祥时公公司少交土地税 约136万元 这场大型商业狗血连战区 还没有结束 如果大家想看后续 可以点个关注点赞 我们会持续跟进 天下兮兮借为以来 天下让让借为以往 在资本市场 夫妻决裂 对不公堂 甚至反目成仇的案例 是有发生 比如生业不全护腔 最高的公章的当当 在这场被网友称为 亲人的大戏里 大多数吃瓜群众 是从乌摔水杯世界开始上车的 2019年9月底 李国勤突然在电视节目中 怒而摔威 控制出业搭档 妻子鱼鱼 又阴谋诡计对付 把当那网的人事编冻 也移成出狗血工作剧 当时被摔得毫无征兆 在现场采访的女记者 被质疑不下的有些努力 在历史记载的电视剧里 但凡摔被威号的 基本都死得很惨 2019年11月13日晚 当当董事长渝 在朋友圈开赐丈夫李国勤 知识同性恋 撒谎不顾家 且患有梅毒 这还称李国勤父亲和保姆 在病床不可描述的 激爆到睡意全无的内容 这种娃 起来都是杯子碎裂的声音 这还不够 李国勤和鱼的撕逼大战 从温豆升级到了鲁豆 2020年4月26日 李国勤突然跑到当王办公室 还带着四个大汉 把当王的世界公章 财务章给抢走了 还立马发布公告成 全面接管公司 7月8日晚间 朝阳公安分局发问国说 李某勤纠击他人 才去强力开索 限制他人身自由的方式 绕问了当政策工作秩序 已将李某勤的 他只是犯了每个想着财产的男人 犯了错 犯了错的男人 会把公张犯网了呢 别跟我提什么保险会 真男人都敢把公张别裤裆 其实上迷的案子要好理解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一鸟 一起创业老响 那都奎花耀月 夫妻吵架 最近不是分手 不解决得了 还得分量好命 起初奎花耀月创始人 关英和老板娘张晓岚的爱情 也算一段佳话 他俩相识 关英还在看一个 没什么名气的小场 并且已婚犹豫 但为了争害 张晓岚还是不顾一切地 抛向了体质能 争处级的铁饭碗 余关结婚 并且一起创办了 一个国营武藏制药厂 改制的困花药业 谁曾想几年后 小红花妈妈课堂 行到大家南北 夫妻俩却反目成仇了 其一是关英兵出为女秘书 而且是由张晓岚亲手提拔 上来的女秘书 那是2014年 困花药业赶在香港 上市的关头 大约是考虑到影响 这件事最后与关英兵 首写了一封会告书告终 而这种所周知 男人的粉货书 骗人的鬼 在写下粉货书的三年间 女秘书又未续给官 生下了一子一母 2017年 两人终于签下离婚书 分道两标 但故事讲到这里 高潮部分才刚刚开始 2018年张晓岚带着孩子 不过看大法 当时关英兵的个人传记 玄虎大风哥刚出版 张不太满意 没关于自己的部分 说着说着就和关英兵吵了起来 然后关英目之下 掏出了菜刀 根据这个统计 关英兵一共在张晓岚脖子上 捧了四刀 在自己胸前和脖子上 分别抹了两刀 两人十岁的儿子 目睹了全场 曾是中国最大中式快餐 所见的真功夫 老板娘也把老公送你监狱 前夫蔡打标 看起图14年之后 前期看女风表示 有人说没有爱 哪爱的恨 但我并不认同这句话 如今我对蔡打标 只有无尽的恨 于于也在2013年曾经说过 假如我有选择 我绝不会和李国庆一起创业 这事实上最难开的店是什么店 答案或许是夫妻店 有太多的例子证明 夫妻店创业容易 手越难 这不单单是情感的问题 也不单单是利益的问题 这是人性的问题 千古难题 无法化解 这些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对于创业夫妻